有空來雷打嶺 不化妝都好靚 第三白打嶺山徑 中文名為青龍山 又名雷打嶺 位於白打嶺和沙拉壽生村之間 這座山高度大約為120m 山徑極為清晰 是一座入門和晉級兼備的山 今天和大家來到第三白打嶺八打嶺 走一座入門山 這座山基本上是可以駕車到山頂 之後才走下山 然後再走上山到原點 途中有幾個景點 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走這座山 你會見到很多分岔路 不過基本上 我的分岔路都很容易分辨 右邊的分岔路 就是去第三白打嶺 左邊的分岔路 就是去沙拉壽生村 然後你沿著一條路走 你就可以回到原點 基本上都不會很容易迷路 現在我就會選擇直行 走到盡頭 就會見到石樓梯 下山一點 再向右邊 就會到蠟燭公廟 我就會去蠟燭公廟看看吧 這座山山景紀為明顯 一路上都有指示牌 如果走累的朋友 可以跟著指示牌的出口 你就可以很容易回到原點 即時入口境 剛才到亭仔 我就一直向前走 就會來到石樓梯 來到這裏 你就會見到有多少花痕的痕跡 那裏有一條路 我們就由這裏跨過去 去蠟燭公廟 玉米所入口 擺也擺進去 在昨天吧 回到石樓梯 我們就繼續走 走到會見到分岔路 一個上一個落 我們當然是走上那條 因為落那條是去沙拉秀的 去另一個景點看看 走到沒多久 你就會來到荒廢的小屋 在這裡打卡也挺漂亮的 如果你要繼續向上面走 就回到石樓山頂 我們當然是向下面穿過去 來到這裡有一個分岔路 左和右 基本上兩個都可以連接的 那我就走左邊這條 因為比較爛 走吧 這座山在行雷閃電的時候 最容易被雷打中 所以雷打嶺的名字就是這樣 這座山是沙拉秀新村的福地 他帶黃了沙拉秀新村 也都保護沙拉秀新村的居民 由以前直到現在去到永遠 很快 快到了山頂 這樣累了的朋友 可以選擇左邊的路 出發原點的 就是剛才的平號 我們當然是繼續走右邊 下山再去另一個景點 那怎麼辦呢? 剛才下山,沿著條路一邊靠右邊直直走 上一點山坡就會來到這裡 現在我們又要上去看景點 看景點之前,一定要先完成一個挑戰 就是爬山坡,挺好玩的 一齊啦 正所謂熊窮千里忙 更上一層樓 辛苦都是值得的 很快又回到山頂 1小時2.5km的路程 這樣就走了 如果你喜歡我這段影片 就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還有記得按小叮當 下次見,拜拜